随着测试与追踪感染源能力的不断升级 医疗系统处于可以负荷的状态 口罩等防护装备库存充足 加州州长纽森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中宣布了 加州将于本周五进入重启经济的第二阶段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上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中 州长纽森已经释放了强烈信号 表示加州经济重启或许不是几周 而是几天之后 随即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纽森表示 根据评估现有新冠病毒爆发的相关数据 加州各项公共卫生指标均呈现积极表现 因此 该州经济重新开放的下一阶段 将于本周五开始 他也将在本周四的例行发布会上 宣布详细的重启计划 第二阶段的关注重点 将在于雇主对于员工的保护 同时防止大规模社区传播的发生 纽森也宣布 小企业救助计划的第二轮发放 正在筹备当中 纽森说 重启经济的第二阶段中 包括一些非必要企业 届时 在遵循健康标准的情况下 将允许书店 服装店 体育用品 玩具商店和花店等企业 在路边取货 州政府也正在着力制定标准 以使餐馆和其他酒店业 再次敞开大门 不过他也表示 下一阶段暂时不会重新开放 非必要行业的办公室运营 以及餐厅堂食和购物中心 纽森强调 进入第二阶段的关键考虑因素 是卫生部门具有测试 和进行接触者追踪的能力 加州将根据数据来预判 可能将发生的大规模社区传播 但是纽森强调 县市级的地方官员 仍有权决定 是否在州指导的日期节点 提前或推迟重启 例如农村或偏远的县市 在评估不会给整个加州 带来健康风险的情况下 可以开启更多的经营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提及重启的领域 并未谈到学校何时复课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